乐歌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带好说歌 为什么时至今日 法拉利依然是享誉世界的跑车品牌 几乎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 他都是顶级奢侈品的代表 之所以能够成为奢侈品界的领头羊 并不在于他死贵死贵的价格 而是因为他具有稀缺的意义 法拉利的创始人恩卓法拉利 本身就是赛车手出身 身上流淌着 四车如命的血液 在成为赛车制造商之后 他对流体力学的追求也近乎痴狂 恩卓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我最中意的赛车 是还没有造出来的赛车 我最大的成功 是还没有达到的成功 可以说恩卓法拉利 就是一个极致的完美主义者 法拉利真正扬名世界 是因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几乎统治了勒芒24小时耐力赛 从1960年到1965年 他完成了蝉联六连贯的装举 在当时 法拉利就是胜利的象征 勒芒24小时耐力赛 自1923年开始 每年六月在法国巴黎 西南小城勒芒举行 被称为世界最艰苦的汽车赛事 因为它的规则是 三个车手为一个小组 驾驶一辆赛车 完成连续24个小时的竞赛 这对跑车的性能和车手的意志力 都是极大的考验 勒芒耐力赛 令无数车手与跑车厂商 趋之若鹜 同时又望而生畏 1964年 虽然法拉利已经残联五届 勒芒冠军 但赛车是一项相当烧钱的运动 法拉利并没有一副量产车厂商注资 只靠着纯手工造车卖车 收入十分有限 老恩卓为了追求完美 烧钱无度 活生生把法拉利烧到了 滋不抵债的地步 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之一的福特公司 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产生了浓烈的收购兴趣 因为当时的美国市场趋于饱和 福特公司迫切想进入欧洲市场 打开新的增长店 所以收购名阳天下的法拉利 无疑是天赤良机 时任福特公司总裁的福特二世 也就是创始人亨利福特的孙子 立马委派了代表 前往意大利 述臣收购事宜 福特公司出价1600万美元 收购法拉利90%的股份 并更名为福特法拉利保留赛车部门 恩佐老爷子可以继续比赛 我用你的名 你用我的钱 你继续追求极致 我争取名利双收 恩佐三穷水尽也颇为无奈 但在签合同之前 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法拉利想参加车赛 但福特不同意 那么应该听谁的 以福特代表说 你应该听福特的 不能参加 也就是说 福特公司几乎剥夺了 法拉利的自主权 时辰赛场半辈子的老爷子 哪受过这种气 顿时勃然大怒 这简直就是羞辱 他之所以搞到资不抵债 就是为了赛车 不让他赛车还谈个毛线 福特高管们刚刚返回底特律 包子头条就传来了消息 意大利本土汽车制造商 菲亚特 以1800万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法拉利 但法拉利赛车部门保持独立 恩卓法拉利拥有完全控制权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恩卓老头快得很 故意用他们抬高身价 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 受了刺激的福特二世 决心一血耻辱 制造赛车预算不限 来年勒芒奈利赛 干翻意大利老 接到命令的福特总经理 立即开始招兵来马 他找到了最有资格的牵头人 卡罗尔·谢尔比 唯一赢过勒芒奈利赛的 美国车手 一听说勒芒赛 谢尔比一段刻骨的记忆 就被唤醒 1959年 他获得阿斯顿马丁的赞助 如愿参见了勒芒 24小时奈利赛 那个全世界赛车手 心目中的电堂战场 长达13.7公里的道路 崎岖狭载 弯道成出 由于出在乡野 一到夜晚 道路两边一片漆黑 屁都看不清 如果突然有车穿出来 大概得当场就得升迁 不仅如此 车手还将面临意志力打 强硬挑战 当来到下半场 车手筋疲力尽 鸡长鹿鹿 他们会记不清自己的名字 忘记自己在那 突然惊悚地意识到 原来自己在飙车 时速320 但即便如此 艰苦献绝 谢尔比依然热爱着 这项赛事 当发动机打到 7000转时 车体宛如 失去了重量 驾驶者仿佛触打了 生死的临界点 一切都变得虚无 只剩下一具空壳 在时空中茫茫穿梭 这种感觉 让人恐惧 也让人痴迷 代价就是 7000转会对 常来的到访者 提出一个终极问题 你究竟是谁 谢尔比的答案是 他是为赛车而生的人 那一年 谢尔比斩获了 勒芒奈利赛冠军 成为了第一个 获齿殊荣的美国人 然而 命运弄人 赛后 他被检查出严重的心脏病 只得宣布退役 但谢尔比依然无法 舍弃赛场 转业成为了一名 赛车设计师 和老恩佐一样 走上了一条疯狂的绝路 靠卖跑车 供养车队 在国内参加一些 地区性的赛事 路越走越载 如今同样面临着 破产的归宿 福特总经理 请教谢尔比 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才能赢得热芒赛 谢尔比实话实说 即便福特可以造出 顶级的跑车 也没多大用 因为乐芒赛 不像一些短时的比赛 人的因素占比更大 谢尔比吹嘘了一番 自己曾经付出的艰辛 车是门槛 主要是人 还得看天 反正很难赢 而且还有劲敌法拉利 他们多年的经验 就是最大的优势 但福特总经理说 我们有 无色上限的预算 谢尔比眼貌金光 你要这么说 那我可就不困了 在美金的催散下 谢尔比与福特达成合作 成立了谢尔比赛车公司 顶级发动机和专业人员 都不用愁辣 但测试的车手很关键 谢尔比立马就想到了 他的老战友 肯·麦尔斯 车机没得说 可就是脾气太过耿直火爆 二战退役后 麦尔斯开了一间修车铺 可他偏爱说教室修车 常常忍不住教育顾客 不是车有问题 而是你车机不行 把握不住 所以把车开坏了 结果是 修一辆赔一辆 负债累累 由于名气太臭 实在开不下去 就换个地方祸祸 妻儿常年跟着他 东奔西跑 在赛场上也是 虽然麦尔斯 领获冠军 但却从没有获得过 跑车厂商的赞助 这全都败他那 一点就炸的 暴脾气所赐 没有顶级跑车 他就只能参加一些 小型赛事 稀才心切的谢尔比 决定拉好兄弟一把 谢尔比跟麦尔斯说了 福特请他造车的事 但麦尔斯并不看好 因为他觉得 像福特这种 只追求效益的 量产车集团 是不会让谢尔比 随心所欲 专注比赛的 更不用提 其内部错证复杂的 利益网络 谢尔比肯定会被那些 溜须拍马的人诊死 谢尔比当然清楚 福特公司就是一潭浑水 但他也真的渴望 能以另一种身份 在乐盲赛场 上演 王者归来的戏码 所以他还是希望 麦尔斯能来 福特的发布会看看 犹豫在山 麦尔斯还是带着儿子 来到了福特的发布会 但当儿子在 试坐一辆新车的时候 一个西装笔挺的 福特高管 一脸嫌弃地警告他 不要乱摸乱碰 这让麦尔斯来了脾气 死人赶紧亮出了身份 声称自己是福特的高级副总裁 李奥比比 本因为这个穷酸样的家伙 不说奉承自己 起码会认得怂 可没想到 麦尔斯压根不止这一套 他猛批这辆福特野马的设计 要多烂也多烂 他一定会买雪佛兰 李奥气的脸都绿了 此时 谢尔比开着四人飞机 表演了一波极限俯衆后 降落在哪发布会现场 这个拽炸天的出场姿态 赚足了眼光 在二战服役时 谢尔比就是开轰炸吉他 按照福特公司给的稿子 谢尔比进行了官方发言 当然 其中有些话 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谢尔比说 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人 是幸运的 因为他们这辈子都会乐在其中 他们为之沉迷 如果不去做那件事 他们就会疯 而我就是那种人 我知道 还有一个人也有同感 麦尔斯心有灵犀的脱下眼镜 还是老兄弟最懂他 然而 谢尔比却接着说 那个人 他就是 他就是亨利福特先生 我们会一起制造出世界上 最快的赛车 我们也会在乐忙赖的赛中 创造历史 麦尔斯老脸一黑 拽上而至 呸 我们走 这也让谢尔比更加肯定 想让麦尔斯跟甲方爸爸 赔个笑脸 是绝无可能了 不过 想拖麦尔斯下水 他有的是招 数日后 第一辆初代赛车 组装完成 谢尔比邀请麦尔斯 试车提建议 一见到这个 麦尔斯倒都走不动了 二话不说 挑进车里 过了一把印 他当即就给出了 海量建议 抓地力太差 扭矩碰不到路面 前端太轻 转向装置 也不敏感 一旦时速超过220 飘得就像开飞机 麦尔斯对于赛车的感知 堪称 人车一体 谢尔比知道 不通过麦尔斯这样 懂车爱车的顶级车手 市价改进 是绝对造不出顶级赛车的 虽然麦尔斯还没有答应 谢尔比 但他几乎等于是投降叛编了 只是还不知道 怎么跟妻子开口 可妻子早就知道 他跑去给谢尔比试车 面对即将发飙的老婆 麦尔斯只得坦白 酬劳是一天200美金 但他还没有答应 妻子一听 一天200美金还没答应 你疯了吗 赶紧上班去 省得在家 我看着心烦 从此 麦尔斯就被迫过上了 天间开跑车 日入200到大 痛苦生活 但那名叫做李奥的高级副总裁 却对麦尔斯的参赛资格 提出了异议 李奥认为 麦尔斯属于美国垮掉的 一代典型 他们反对一切世俗成规 和垄断资本统治 热衷一项传统价值观 进行挑战 因此不符合福特 稳重的品牌形象 要是接受采访 他胡乱说话就更糟了 当然 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而是麦尔斯是由 谢尔比利剑的车手 这么大功劳 不能让你一个 新来的空降兵全烂拉 再说 这个麦尔斯还得罪了他 尽管谢尔比表示 麦尔斯才是他心目中的 最强车手 但奈何关大一级 压死人 你不服 连你都换了 谢尔比只能妥协 麦尔斯被临时取消了 参加勒芒赛的资格 数周后 新一届的勒芒赛结束 报纸头条 法拉利蝉联六连贯 福特惨败 全军覆没 福特二世相当生气 将一众相关人员 叫到了福特总部 心思问罪 谢尔比请给我一个理由 如何才能不解雇 由你牵头的这一群 残兵败将 谢尔比终于得以觐见 直言官僚主义害死人 他刚才坐在大厅 等候照见 看见一份文件 至少要经过四手 才能到老板手里 而一个消息 可能要传十几次 老板才能知道这件 早已变了味的消息 福特公司太大了 一级压一级 但凡能少压一级 都不会是这个结果 因为他们的车没有大问题 在直道上的速度 比法拉利还要快 谢尔比清楚地记得 恩卓老头子看到这一幕 惊恶的表情 其实问题只在于 福特选出了车手 恩卓肯定很担心 福特来年会用对人 福特二世听后 豁然开朗 并向谢尔比吹嘘起来 二战历史 年车当时五分之三的轰炸机 都是由福特公司生产 打败希特勒达 不是罗斯福 而是福特 当初他们在欧洲战场 横扫千军 所以来年肯定也能 打败法拉利 福特二世授权谢尔比 全权负责赛车项目 并且以后只跟他 跨级汇报 获赐上方宝剑 谢尔比雄疚弃扬地 走出了福特大楼 独揽大群的谢尔比 准备让曼尔斯重登 首发车手位 但曼尔斯作为垮掉的一代 那可是骨气第一 与向资本妥协的谢尔比 大干了一架 出了一口恶气后 这才答应谢尔比 不过 曼尔斯的确非常敬业 常常通宵练车 几乎要把跑车开到燃爆 他的建议仿佛永不枯竭 无论工程师团队如何改进 他总能提出新的优化建议 但就在谢尔比与曼尔斯 玩命干活时 李奥不知使了什么手段 竟然重新获得了 福特二世的信任 拿到了赛车项目的领导权 并带着福特二世 来到谢尔比的基地夺权 谢尔比直接将李奥 锁在了办公室 然后拽上福特二世 享受了一把速度与激情 毕竟这是福特老爷子出的钱 总得体验体验 可福特二世毕竟上了年纪 平时又养尊处优 哪里受得了这 等同了一股震荡的刺激 一圈下来直接被吓哭 或者说是感动哭了 福特二世老泪纵横 万分感慨 自己的老爹 还没体验过这种速度就挂了 所以也说明这个车 不是谁都能开好达 谢尔比认为 只有迈尔斯才能掌控这辆跑车 他立下均定撞 如果迈尔斯在接下来 国内的迪通马耐力赛中 拿到了冠军 就让他去参加法国的乐盲赛 如果拿不到冠军 谢尔比会把赛车公司的全部股份 无条件送给福特公司 怎么看都是一笔文赚不赔的买卖 福特二世愉快地答应了 在迪通马耐力赛现场 福特GT10连霸排行榜12名 因为里奥也准备了一支车队参赛 伊托与谢尔比一增高低 而且里奥作为赛车项目的负责人 强制要求所有车手不得超过6000转 对于迈尔斯来说 6000转太慢了 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 而且里奥还请来了顶级团队协作 这导致第二车队的检修加油速度远超其他选手 在赛事后半场堆积出来的时间优势使其遥遥领先 经历23个小时后 维持6000转也成了难题 因为发动机已经严重过热 所有车手不得不把转速压到6000以下 但谢尔比却祭出了自己的成名大招 他写下一块7000转的指示牌 让迈尔斯自行体会 迈尔斯心里神愧 生死看淡 直接拉满 7000转以上所有的对手都不值一提 迈尔斯一路超车斩下冠军 用实力赢得了勒芒赛的门票 1966年6月 法国勒芒 比赛前夜 迈尔斯怎么也睡不着 他来到赛场熟悉道路 却发现谢尔比来得更早 隔天烈日当空 人海如流 下午4点 最激动人心的勒芒奈利赛 正式打响 迈尔斯虽然起跑速度很快 但立马就出了乱子 车门关不上了 迈尔斯只能一手握方向盘 一手拉车门 第一圈被法拉利车队远远甩开 但时间宝贵来不及检修 老工程师干脆一锤子 把车门焊死 从第二圈开始 迈尔斯为了拉小距离 直奔7000转 不断刷新历史 最快转速 与此同时 事故连发 不断有车子相撞 车毁人亡 傍拉十分 由于开头落后的太远 法拉利车队的两名车手 依然稳稳坐拥前两名 但恩佐老爷子却不敢放松 坚持在现场观赛 他是一个真正热爱赛车的人 反观福特二世 正坐着直升机 准备和美女去吃法餐 深夜 咒语突袭 环境愈加恶劣 但更可恶的是 李奥害怕迈尔斯会 赢下比赛 又从中作梗 乱举减速指示牌 影响麦尔斯的判断 好不容易缩小的差距 又被抹皮 麦尔斯需要超过法拉利两次 才有机会获胜 眼看时间越来越少 麦尔斯只能无比冒险 转弯零减速 这才缩小了一圈的差距 经过一夜的憨战后 最后一小时 麦尔斯与法拉利的差距 只在好里 他故意引诱法拉利 在直到比拼 速度极限 但麦尔斯却留了一手 实实粘住对方 就是不抄车 搞得法拉利车手非常恼火 为了甩开麦尔斯 一度踩超了八千转 结果发动机 当场落废 而这场比赛 也提前宣告 结束了悬念 而且前三名都是由 福特车队八棒 麦尔斯更是超过第二名 整整一圈 谢尔比心中狂喜 他即将以另一层身份 上演勒芒冠军的 王者归来 但一肚子坏水的李奥 又想出了一记损招 他向福特二师提议 如果让福特的三辆车 齐驱并驾 同时到达终点 并列冠军 拍下那么一张照片 登上报纸 肯定会引发热议 福特三兄弟 大败法拉利 简直是年度最佳广告 福特二师一听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便同意了李奥的建议 但这就需要麦尔斯 减减术做出牺牲了 谢尔比一听就炸了 滚 麻溜给我滚 谢尔比向麦尔斯 说明了此事 即使他减减术 也是绝无仅有的三冠王 但他还是把决定权 交给了麦尔斯 无论麦尔斯怎么做 他都支持 晋级精神被资本 无情践踏 麦尔斯火冒三丈 他再次登场 即便发动机已接近极限 麦尔斯也没有减术的意思 而是直飞七千串 再次刷新单圈记录 报超第二名一圈 麦尔斯直呼痛快 最后一圈时 他依旧没有放慢速度 一切都变得虚无 只剩下一具空壳 在时空中茫茫穿梭 这种感觉 让人恐惧 也让人痴迷 但七千串也向他提出了 那个终极问题 你究竟是谁 麦尔斯忽然想到了 为前发愁的妻子 想到了 被迫搬家的儿子 想到了一直支持他的 谢尔比 他不只是一个赛车手 他减速了 离京叛道的少年开始妥协 等到第二三名跟上 麦尔斯才将车并列开到了中天 可最终的结果并不是供获冠军 因为另外两名车手的起点更靠后一些 所以他们跑的总理人数更多 两人并列冠军 麦尔斯却成了亚军 冠军中有一个车手名叫 布鲁斯·麦凯伦 后来他也搞了个品牌 卖超跑 毫无疑问 这肯定是李奥搞得贵 谢尔比气的想把他暴打一顿 如果不是他的算计 麦尔斯将会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 在童年度斩获 塞百林 迪通拿 勒芒三大奈迪赛冠军的 大满贯车神 麦尔斯失落地看着冠军 拱手让人 心里很无视之位 福特这边一片欢腾 无人在意他的得失 倒是恩佐老爷子心里最清楚 谁才是真正的冠军 所以他向麦尔斯脱帽 致以敬意 他们都是输在一时 却赢得历史的人 谢尔比愧疚不已 但麦尔斯并不怪他 因为谢尔比已经把选择的权利 交给了他 二人在夕阳下并肩而去 远离了这帮卖车繁子 哥尔俩继续合作 研发更快的赛车 但在两个月后 麦尔斯却在一次新车试驾中 无幸遇难 谢尔比再也没有遇到过 像麦尔斯那般 纯粹的赛车手 钱来订购跑车的消费者 大多都是为了满足 虚荣心的富二代 或者爆发户 一帮永远无法驾驭 七千转 也永远无法理解 终极问题的人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 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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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